桃園市长张善政兑现了选前支票 妇幼局将会在明年的元旦挂牌运作 市议员朱真瑶在市议会总咨询的时候 关心家暴问题的职长分工 也希望妇幼局在提升职场女力方面 能够发挥实质的作用 桃園市成立全国首创的妇幼局 将在明年元旦正式挂牌运作 初期将会设置四个科 负责妇女权益、幼儿托育、健康管理及新著名事务 市议员朱真瑶表示 随着家暴案件的增加 未来妇幼局成立后 家暴案件的分工会是由哪个单位负责 那另外如果又针对家暴这个问题的分工会是怎么样 会在警察局吗 还是会回到妇幼局还是如何 我跟你说补充 未来家暴这个部分还是会留在社会局的 其实因为社会局有个二级单位 就是家暴的性侵害防治中心 它的编制而且人员也很大 所以现在这个至少我们这个初步成立妇幼局之后 这个有关您刚提到家暴这个部分 我们暂时会让他留在这个社会局里面 朱真瑶议员指出妇幼局的成立除了兼顾平权 减轻家庭的照顾压力 对于提升及培养女力上也是相当重要的工作之一 朱真瑶希望是否能把拓优秀的女性主管 来担任首任妇幼局长 佛幼局的成立当然他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就是提升女力 那在比例上面呢 我们的桃圣市女力确实比较低一点点 但我觉得不妨用这次傅幼局成立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培养很多心心女力 让在一些公部门或是处理事情的第一线 或是等等相关的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展现出来 配合傅幼局的成立 资科局研考会将合并为智慧城乡发展文会 相关业务及人员是从其他局处一波 因此并不影响同仁的权益 市府希望傅幼局的成立 能让桃圆成为最友善的城市